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看本期乡图 寻访叶鹤满族镇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图 在我国东北吉林省四平市的铁东区 有一个小镇叫做叶鹤满族镇 当地人管这个地方叫做皇后顾礼 因为这里在清朝的时候就曾经出过三位皇后 可以说是人节地灵 如今在这里生活的多数是满族 据说他们好多吃的用的玩的东西 都和当年的皇帝皇后有关 那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 叶鹤满族镇位于吉林省四平市的铁东区境内 是满族主要的发祥地之一 如今在这里生活的多数都是满族 他叫柴运红 叶鹤满族镇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从小就喜欢满族历史的他 现在除了种地还有一份新的工作 这就是老柴工作的地方 叶鹤纳拉城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复建于1994年 欢迎大家到叶鹤来旅游 我们叶鹤有这六百多年的满族历史 在中国明朝 我们叶鹤是满族叶鹤不落的都城 也是清代叶鹤纳拉之族最早的诞生地 它属于中国满族的一支 满族在明朝不叫满族 叫女人民族 在我们中国大清朝 叶鹤家族的女性当中 出现了三位著名的皇后 所以我们叶鹤人节地灵 原来老柴现在除了在家里种地 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叶鹤纳拉城里做导游 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历史 更是喜欢自己民族的文化 他还当过老师 口才好 给游客讲解的时候 语言也非常幽默 所以现在好多人来到这里 都专门找他做导游 当年我们叶鹤的围场 有这么两个 一个辽宁省西峰县大围场 另一个在这 伊通县阿木巴赫围场 后来到康熙20年 1681年 修了当时的一条重要的一道 这条道路是军事行动的通道 通信的通道 纳贡的通道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供品 我们的关东三宝 人身貂皮鹿绒角 通过这条一道 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故宫 供给皇室们享用 所以咱们这一带的好多地方的居民 还有那养鹿的习惯 在四平市铁东区石岭镇的哈福村 就有好多农民在养殖梅花鹿 他叫崔广军 从小就跟着父亲崔上秦 学习自养梅花鹿 叶鹿这边都属于原来皇家的那个 对 我们也都是满足 因为东风西风 这一带都是皇家的狩猎场 狩猎历史也很悠久 圈养梅花鹿驯化的历史也几百年了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人圈养梅花鹿 然后给皇上进贡这个鹿龙 对 因为咱这是地处长白山渔脉 也非常适合这个梅花鹿在这儿栖息繁殖 对 梅花鹿全身都是宝 特别是鹿绒 自古以来一直是非常名贵的药材 这里面有什么呀 人参鹿绒 鹿鞭 对 然后高粱烧 咱都没小烧 对 一天你都喝多少 一天 一老爷子七十几岁 人的耳不聋眼不花 二十克到五十克之间 一两以下 一两以下 保健品不能等酒喝 你也喝吗 也喝一点 有这个养露 把他接着便利条件 自己也喝点 对 进水楼台先得月备 而且帮你咱这货人驾驶是不是 对 自己的产品用得放下 说起这崔尚秦老爷子 那可是相当厉害 十六岁开始接触梅花鹿 几十年的饲养经验 使他收获了不少的荣誉 曾获得中国养露工程 全国技术能手等各种称号 崔老爷子说 这里自古就有养露的传统 自己作为一个农民 能把这种技术传承和改良 那也是相当自豪的 在叶和那拉城里 也有一位农民靠着自己的绝活 获得了不少的荣誉 现在呢 请我们的当地啊 著名的书法家 杨琴先生给大家表演他的绝技 沙书 所谓的沙书呢 不用文房自保 主要的材料呢 就是一把沙子 这个沙子呢 在我们杨先生的手中啊 流出来 落到绒布上 就形成了很好的书法作品 而且我们写沙子的人呢 也是我们当地的满族人 他叫杨琴 年轻的时候 是一边种地 一边练习写沙书 老杨今年七十岁了 地里的农活 不需要他去做了 他闲着没事 就到叶和那拉城里面 给游客表演 顺便也能够让游客 体验一下这门艺术 控制不好 写字不能聊啊 行好 不错 很好 第二个字比第一个字强多了 他写的怎么样 初学习练不错 不好说啊 这个 我给他评价吧 OK 这个沙子 写这个流速不太有控制 有时候想到 多点吧 先写流畅 这个沙子再也不走 真不爱流 大哥你的 你平时写的怎么样 也是还可以 这就是 这手从啊 从这缝啊 六五都来 这速度不好找 你学校你练多长时间 练出来 四十年 四十年 练五十年 五十年 要说这沙书看着容易 写个字出来 写个字出来也挺简单 可是 要想把这字写好看了 没有书法功底和几十年的练习 那也是相当困难的 你最初怎么发现这沙子来写字的 这是当农民嘛 天天地头休息一下 招把土面下沙子就可以给地写 举个耗子棍可以给地划的 去练证 等我那个是正经写的时候 九六年到这个城里头 没长事的到河边去 溜点玩 我和我们那个导游团 可能河边晕杀的 西面杀的挺好 可能写一首忙中诗词 公军不怕远真难 我喜欢炒的挺好 我说就搂点回家 搂点玩就给地城里添添写 老杨在几十年前 就被命名为四庭市的文化名人 导游老柴也曾被国家旅游局 授予全国优秀导游园的称号 怪不得说 这叶和满族镇是皇后故里 人节地灵 还真是出了不少高人 可说了半天 这里到底是出了哪几位皇后呢 导游老柴说 带我们到当地的小学 让那里的学生告诉我们 叶和是皇后故里 在清代 叶和出过三位皇后 这位是孝子高皇后 清朝开国后的第一位皇后 十四岁时与努尔哈尺成婚 一五九二年生皇太极 这位是慈禧太后 是咸丰皇帝的妃子 同志皇帝的生母 这位是龙玉皇后 是慈禧太后的侄女 光细的皇后 普遗的皇额娘 这三位皇后都是叶和那拉氏 可以说 她们的祖籍都在这里 而其中孝子高皇后 就出生在当年的叶和布 为了传承满族文化 这所学校专门设立了民族馆 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小导游 这是满足三大贵中的第二贵 养了孩子吊起来 邮车子 很久以前有个媳妇 她在自家的房长上挂了一个筐 把孩子放在筐里 婆婆邮起来 安全又舒适 一来二去 邻居们觉得这个方法好 都效仿起来 后来改了条形框 既能躺着 既能坐着 这就是最原始的优奢了 可惜呢 我小时候已经不用这种 用车子了 是用手摇的那种硬儿车 太可惜了 这什么叫我们学校的 讲解员 讲解员 对 离书馆讲解员 他俩是同岁的吗 不是吧 这是我们六年级的 第一代的讲解员的代表 这还有第一代 对 这位呢 这是我们第二代的讲解员的代表 两位老师好 你的大呢 我今年十一岁 几年级 四年级 你呢 我今年十三岁 六年级 六年级 那像你回家给了给你的爸爸 妈妈讲 讲过 讲过 很愿意听吗 愿意 那有没有 他问的问题 你都答不上来的呀 没有啊 满足的东西 我都知道啊 你都知道啊 财老师 刚才他们俩这个讲解 你也听到了吧 非常好 有没有压力啊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啊 刚才说 很是欣慰 我们满足文化的传承啊 后继有人 哦 等过了这万年以后 我们夜和遍地都是讲解员 遍地都是讲解员 这文化 就能够得到大众的传播 哦 能够能传承下去 发展下去 哦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哦 在这所学校 孩子们在体育课上 也会进行一些 比较特别的体育活动 他们玩的这个 叫滚铁环 这在过去 可是东北男孩 最喜欢的游戏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没想到 在这里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孩子 在玩 其实我小时候 也玩这种滚铁环 虽然我没滚起来过 但是这个为什么 就是我们是满足的 这个传统体育项目 满足的孩子 在很久以前 他们玩的东西 多半和他们的 这个生活习惯有关 我们是骑射的民族 上午的民族 所以说孩子们的游戏 都带着这个特点 这样的目的 能够锻炼人的眼 脑和手 这个协调 而且它还有一个 速度的问题 跑起来 锻炼人的身体 和人的思维 以及人的眼睛的灵活度 所以说形成这么一个 满足的传统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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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的玩具之一 关于这个游戏 还有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游戏的来历 源于满足的先民 女神人 金屋游是女神的一个首领 她小的时候非常顽领 她的父亲 有意地让她出去 受点苦 接受锻炼 把她撵出了家门 结果她在外面流浪的时候 意外地解释了一位老妈妈 老人家把金屋游戏 带到她的家里 和老人的丈夫儿子 学习上山打电 结果金屋游的身体越来越好 自己奔跑 最逐动物的能力也特别的强 而且会射线 会使头差 她的记忆一天天的长进 老妈妈有一天就鼓励金屋游 说孩子 如果有一天 你能够拿到张 刨 鹿 三个动物的嘎嘞哈 那你的功夫就是上场了 这几个动物善于奔跑 只有奔领高潜的猎手 能够把他抓到 抓到这个动物 才能取下他的嘎嘞哈 终于有一天 他把三种动物的嘎嘞哈 拿到了手里 告诉老妈妈 我拿到手里了 老妈妈说 你可以回到家了 和你的兄弟去比武 金屋游戏回到家里以后 和他的哥哥兄弟比武三天 结果是常常打赢 后来金屋游成了女真人的元帅 那么后来他为了教育女真的孩子 能够立志 就发明了玩嘎嘞哈的游戏 流传到今天 玩嘎嘞哈 练的就是眼疾手快 玩法比较简单 因为嘎嘞哈 有四个面长得都不一样 每次将几个嘎嘞哈扔出去 然后把朝上的面 相同的嘎嘞哈 一起抓起来就可以了 看着容易 不过要想玩好 还是挺难的 这我看挺简单的 这不就是 这看不到它得接到口袋 对呀 你要口掉就说那个 掉了 掉了 那你看口袋的时候 你下面也看不到啊 先看它 这打比方我要抓这抓这三个 对看好了 看好了 看好了 我扔起来 我手又扔了三个 对 然后扔起来 哈哈哈哈 这上面抓去啊 看好以后 对吧 你手 直到三个抓 哎 这对不起 抓两个 你让看看 你们都能抓吧 这四个 嗯 我给你多打几个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都能抓起来啊 嗯 有的远吧 就能抓 有的 抓不住 你两个 就能抓起来 挺厉害的 一小时就玩 这玩了多少年了 能练成这样的 哈哈 这个游戏 我看都是女孩 男的没有玩的吗 男孩一般不玩这个 男孩就不玩 男孩 对 男的就出去 滚铁房 对对 你这个女孩 在家就是玩 这嘎哈 你看看 这小胖还给自己的 眼镯手笨 找了个借口 因为这嘎哈 根本就不是 咱男孩玩的游戏 玩的不好 可以理解 现在来 叶和满族 这旅游的人 越来越多 人们在了解 满族历史的同时 品尝满族的传统美食 也是不能少的 他叫赵辉 你看 他这又是挖坑 又是霍泥的 你能想到 他是要做什么美食吗 你看这会儿 他用黄泥把一只鸽子 包了起来 如果是当地人看到 一定就能知道 这是当地的传统美食 郑鸿旗烧鸽子 将黄泥包裹好的鸽子 放到火里面烧 几个小时后 等黄泥烧干了 去掉黄泥 就可以吃了 老赵说 古时这鸽子 算不上什么山珍海味 上不了皇帝们的餐桌 可据说 这郑鸿旗烧鸽子 就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上了清太祖 努尔哈赤的餐桌 据说努尔哈赤的 这个玉橱啊 叫赵玉玺 有一次他那个 那会儿还是烧着飞龙的时候 就把自己烧着的 圆鸽给上去了 当时这个鸽子叫圆鸽 结果太祖吃了之后 就发现跟那个 飞龙口味不一样 就问赵玉琪 这是什么东西 你给我拿着吃 赵玉琪一看 就会把自己做的 吃的圆鸽端上来了 太祖吃了之后 不但没怪罪 而且还夸了 就是这个 以后这个也给我烧 我也吃 这还鲜能鸽口 挺好吃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 已经无从考证了 不过鸽子具有很高的 营养价值 还是不能否认的 本草纲目对鸽子也有记载 而且民间也流传着 一鸽胜九鸡的说法 真的吃了 对可以了 所以说吃鸽的 在满足吃鸽的 是没有筷子 不用其他功率 就一个鸽子 上手一次就可以了 但它全吃 就是幼石鸽 这个品种 就专门用来 给人来提供食品 但是它还有鸽的 营养和价值 不过这个确实很好吃 特点就是 外酥里 鼓里头香 村里面这吃鸽子 就是大鸽子 原来诺尔哈尸 也这么吃的吗 如今这鸽子 已经很少用黄泥来烧了 而是把外面的黄泥 换成了锡纸 还有专门的炉子 来烧鸽子 这样烧出来的鸽子 既卫生又美味 他叫贺玉荣 几年前和丈夫田亚利 开了个农家乐 现在锅里做的 正是当地满足的 传统名菜 八大碗 老婆在这边忙着做饭 丈夫田亚利也没闲着 到地里去采些 在东北不管什么民族 都爱吃的蘸酱菜 这地都是你自己种的 都自己种的 这都是采 采草莓 这是哪来的 都是四平的 还有廖园的 长春的也来 那你这生意不错 现在搞的不错 一年能挣得下的 你瞧吧 这些连采股 再是干啥的 这些以外收入 这搞的挺好 游客不少 你看那整个三万多钱 就这样搞能乐 就保守 这就是了 这就是了 一小钱人就是来采采 挖不大点 就可以挖吃蘸酱 这个东西老不老啊 现在这个还挺嫩的 还挺嫩的 这直接是 好吃 没事 这就是苦啊 跟药 拜我吗 你要咋 那去我吗 婆婆丁 其实就是蒲公英 不过吃的时候 是吃它下面的嫩叶子 本草纲目上 对蒲公英就有记载 说其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这都野生嘛 这啥都吃啊 这里耗牙嘛 外地来都喝 上这就喝 就扒就吃了 叶子都能吃吗 叶子就吃 吃一个 好吃吗 清香 这是蚝子味 跟铜蚝树有点像啊 那个味 有点像 铜蚝树一般都是种的是吧 对对 铜蚝种的 这就是存是野生 存野生的 你都野生也不达要补的 现在就可以采这些 这就铜蚝树 就回家咱要隔砸了 炒吃没吃的 就拿水炒一下 炒了 炒完一炒 还得蘸酱啊 蘸酱吃也行 炒也行 就这些菜 老田说 他们守着这片黑土地 只要勤劳 日子过得还是相当滋润的 他在自家院里开着农家乐 弟弟就在后院里面 做起了木耳养殖 炒完 这做的是什么呀 是咋子树叶 玻璃叶 玻璃叶 植树叶 然后这个叶子里边包着什么 这是 面粉 面粉 然后放点馅 对 上面跟饺子差不多 差不多 玻璃叶是我们东北的当地的一个树种 叫植树 人们把它的叶子叫玻璃叶 用这个叶子那做皮 包出来的饼 我们称为玻璃叶 玻璃叶 我们满足最初靠采集卫生 所以我们上山采集的时候 把采集来的树叶 野菜 包括我们的蘑菇 有机的把它组合到一起 然后包出这么一道 玻璃叶饼来 我们传统的食品 忙活了一上午 这会儿玻璃叶饼和满足八大碗都做好了 这个 我它包的时候很黏 这一蒸完就不黏了 对 老包它就不黏了 这不是一股清香味 对 玻璃叶的清香味 玻璃叶味 味道不错 好吧 好吃 好吃吗 老田说 这做树都长在山里面 去摘一次玻璃叶还是很累的 所以每次做玻璃叶饼 都会叫上亲戚朋友们一起过来吃 在东北 有的地方还有六月六 吃玻璃叶饼的习俗 天大哥 我看你这一家忙活了一上午 这八大碗 对 这是我们满足最传统的名菜了 我们满足 满足传统的名菜 叫八大碗的 取材因为我们当地的地产原料 它有经典的 也有传承和发展 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都是现代版的 基本都认识 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对 那是白肉血肠 对 猪肉动粉条 猪肉动条 排骨动脚 小鸡肉合作 这是丸子 这是烧鱼 那个就是 牛肉顿式的 这是鸡蛋骨 鸡蛋骨 最传统的白肉血肠 这个红烧肉 还有那小鸡炖蒙古 炖蒙古 对 我们满足的女婿 明天叫姑爷子 姑爷 第一次到岳父家去 岳父一定要杀小鸡炖蒙古 照亮 所以民间有话 说女婿进门小鸡没魂 女婿进门小鸡没魂 就快杀到女婿 那你俩第一次上岳父小鸡 都是这道菜 都有 必须有 据说当年诺尔哈斯 到我们叶河的时候 我们叶河王就用这道菜招待过她 诺尔哈斯也是在叶河属于姑爷 我们古代的诺尔哈斯是叶河的女婿 到我们叶河来 她必吃的一道菜 必吃一道菜 现在游客来老天家吃饭 这八大碗是必点的 大家也想尝尝当年帝王吃过的菜 在当地逢年过节 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也是要吃八大碗的 饭菜好吃 更好的就是吃完以后 听老天唱上几句二人传了 来 起 唱好好 倒过都倒得了 田大哥说 现在到他们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除了开农家乐做八大碗 还要在民间文化上下点功夫 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在叶河满族镇发展的速度飞快 这改变了当地的很多事情 但叶河人还依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 他们也希望能够将这种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要到四平铁东区去看一看 到人节地灵的皇后故里去转一转 像导游老柴收的那样 踏上叶河大地 脚上必沾灵气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面食行里谁是抬柱子 谁敢撑老大 正宗的糖糕该怎么吃 这个面一焦 给它那个烫水焦到一块儿啊 水就不另外溜了 还不烫这 细又长的萌萌 又是如何保持好身段 当土走进山东合泽 为您探寻面食行里的种种说道 下期进行收看探寻合泽面食行